我們先用椭圓工具在後面上畫出個椭圓形 再用矩形工具畫個方形 然後這裡要調整的話就自己去調整 啊不想調整就這樣放著就好了 這兩個是擠的物件嘛 我們就切換成一個物件填色給他就好了 那我的筆畫故意不填色 接著我利用弧形工具呢 直接來一條線條下來 現在我們是筆畫填色 所以筆畫先配顏色給他 然後筆畫記得加出 再換一下 轉圓端點 圓端點 然後接著反方向手再拉下來 然後再往下畫 不要對稱就好有就好了就這樣子 然後好了之後呢我們要去做連擊 所以請各位把入境管理員打開 看到形狀模式的第一個 那這裡有個小問題 當我們是物件填色跟筆畫填色的時候去做連擊的話會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呢記得要多有步驟喔 要把這個四肢呢圈旋起來之後呢先去做物件展開 展開完之後他會從筆畫填色呢換成物件填色 這時候再去做連擊他就不會有問題了 再來 我們今天要選的第一個指令叫再字 當我們AUTO鍵按著往旁邊拷貝過來的時候呢 物件在選舉狀態下時 按住Ctrl鍵不要放 然後滴滴滴滴滴 他就再字過去了 再字 我是不想當 謝謝 曲魔 來 我們 我們 去